同学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多音字 它是重 第一个发音是重 我们常说的体重 重量 今天我们主要在七到九集的词汇里看一下它的第二个发音是读虫 吃翁虫 这个字它读虫的时候有四个含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含义 就是重复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买一本书 我买了 但是我的妈妈也帮我买了一本 我们可以说书买重了 就是重复了 第二个意思是重新 再一次 又一次 比如说我们的重逢 我们的朋友很久没见了 再一次的见面可以说重逢 那么我们在七到九集的词汇里有重新 再一次 又一次的意思的词汇有重播 那就是我们的电视的节目 广播的节目 第二次播出 叫重播 还有重返 那就是又一次的返回 我们可以后面接一个地点 也可以接一个时间 举一个例子 我很想重返我的十八岁 我想再过一次我十八岁年轻时候的这个时光 那还有重申 重申的意思就是我再一次的表明 表态 再说强调一次 叫重申 还有重现 某一个场景又一次的出现了 是重现 好 重这个发音第三个意思是层次 一层一层的 比如说我们有成语 云山万重 那云就像和山 是一层一层的 很有这个层次感 还有突破一重又一重的困难 就是一层又一次的困难 被我们克服了 重这个发音的最后一个例子是重叠 重叠 那我们可以组词就是有重叠 或者是重合 把两张纸重合在一起 就是让他们一个挨一个重叠在一起的意思 好 那这个多音字 重 它的意思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